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你演播 精彩继续 一听到我们被人围了 我身上寒毛瞬间就炸了起来 刚才露头的那个家伙 一看就是心怀不轨 我转头看向五哥 他表情很是平静 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可是他的拳头下意识攥在了一起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的拳头上抱起了亲亲 还没等我开口说什么 小出被人一脚踹了起来 一瞬间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紧接着对方十几个人进入我们的房间 对方带头的是一个刀疤脸 一看就是社会人 手里还拿着一卷报纸 朋友 你们找谁 我强装镇定问了一句 但对方明显是来者不善 有人要我向你们问好 让我来问候你们呢 说完刀疤脸从报纸中抽出短头 一群人跟着从报纸中抽出钢管短头 看到这个架势 我心说坏了 刀疤脸一声令下 对方一群人蜂拥而上 求老板闪开 突然小出一声大吼 紧接着一张木头桌子从我身头飞的过去 小出阿风都像是疯了一样 房间里有什么用什么 九湖小盘碟子通通打过去 把人躲开 把人躲开 我朝小公大喊 他也被躲在房间里了 两边人疯狂地扔东西 我抓二桌子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 五哥抓住他身边的一劲 直接把他朝对方人群推过去 不大的房间内瞬间是乱成一团 而房间门口还有不停有人冲起来 我们被人瓮中捉鳖堵堵在这里了 拿去 快点给阿飞打电话 快 我招呼了一句 在这里能够帮忙的只有龙先生的人 而且这些人绝对不是龙先生派来的 突然有人朝我一刀披露过了 我下意识举起手臂阻挡 短刀狠狠披在右手石膏之上 凭借这一瞬间阻挡 我猛然伸手去插对方的眼睛 现在手无寸体 只能朝对方要害下死手 被我插中眼睛的家伙 捂着眼睛嚎叫 短刀落在我的脚边 还没等我弯腰去捡起短刀 头上猛的一沉 一个酒瓶在脑袋上炸裂 不知道是谁扔过来的酒瓶 此刻我也顾不上什么 捡起短刀就是一顿鼻话 对方几个人想出场 不停地朝我挥舞短刀 我用打着石膏的手臂作为抵挡 对方下手速度很快 我能清楚感觉到 石臂被劈得碎蟹乱飞 我他妈拼了 我单手挥舞短刀 和对方几人硬拼 没有任何的技术 就看谁更狠 疑似交锋之后 对方几人迅速退了回去 我朝后退几步 大口喘着粗气 对方是拿钱办事 可我们不一样 这一刻我们是为了自保 真的会玩命的 阿峰不知从哪拿了一把短刀 正和对方对劈着 小初用桌子抵挡 对方疯狂的冲击 场面已经失控了 我挪动脚步到阿峰和小初身后 退缩到枪脚的位置 小初接着 我把短刀扔过去 拿和阿峰开始和对方对劈 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表面看上去 双方对劈的惨烈 可实际上都是空笔话 在房间内 对方人多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俗话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时间我们竟然还占据了上方 对方的人不停地往外跑 板凳桌子花瓶 房间里能用的东西全部用上 一股脑袋朝门口砸过去 我用身体挡在五哥的面前 哪怕我身上还扎着绷带 可这种时候 我不能躲在他的后边 五哥 想办法你先走 现场人数差距太大了 而被一起堵在房间里还有几个意境 他们抱头躲在角落里 哇哇大叫 刀把脸喊着让他们出去 很快 房间里就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 对方开始朝我们扔东西 双方你来我往 我们被堵在房间角落里面 小初和阿风都已经挂了菜 这一刻 就算我用脚指头想 也能想知道 这些人是谁安排的 我抓起竹子上酒壶在墙上瞌睡 手里抓着锋利的酒壶边缘 这个东西杀伤力虽然有限 但是关键时刻 还是可以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喂 你们搞什么 吵死人了 隔壁有人喊了一句 我一按隔壁软乎乎的 这里隔音效果并不怎么好 而且并不是石头墙壁 我和五哥对视了一眼 他转身猛朝隔断踹起来 那个乖乖 可密的 还来劲了不是 隔壁有人砰砰砸墙 五哥紧脚把隔断给揣拉了 小初用力撞开 整个中间隔断被撞开了 旁边坐满了一屋子人 还有一剑在这里跳舞 看到我们之后 他们都懵了 哎呦 那个乖乖 就说你们俩去 还砸墙过来了 我们和对方一屋子人 是大眼瞪小眼 这些人明显不是普通人 尤其还有两个像怪物一样的家伙 就在这时 刀把脸那伙人 从旁边又绕了过来 一脚踹开悬关的门 当刀把脸进门之后 他们也蒙了 此时 这房间里面人很多 这屋子的客人 看起来都不像是善长 他们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 反而一个个杀气腾腾 好像见惯这种场面 现在三方人在这里碰面 场面暂时都缓和下来 此刻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拖得越久 对我们越有利 因为刀疤脸这些人 一定想速战速决 时间久了 这个茶馆里的人会过来 而且还会惊动更多的人 他们逃不到便宜的 你们干啥的 两边人一碰面 房间里这些人 瞬间站了起来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 刀把脸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这里没你们的事 闪开 还挥舞了一下 手里堵刀 有吼 好大的口气呀 你算老几呀 说话的是一个姑娘 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 皮肤有黑 扎着一头小辫子 刚才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 让人惊讶的是 他没有一点害怕 好像见多了这种场面 别这么多晚闲事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刀疤脸态度很强硬 房间门口全是他的人 在场的这些人并没有害怕 反而脸上露出了笑意 我看到其中有人亮出了家伙 他们随身携带的是弯刀 还有人拿出了鞭子 随手一挥 就是一声响鞭 啪的一声 朋友 今晚我们就对付他们这几个人 不管你们的事情 不要妨碍我们 刀疤脸语气变了 显然他有些迫不及待 但是他并没有着急动手 因为他也能看出来 在场的这些人并不好惹 其中有个两米多高的大块头 身材魁梧无比强壮 头上有着一道醒目的肉钩 而且他没有眉毛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座肉山一般 这家伙的胳膊甚至比我腿还足 上面轻轻抱起血管清晰 他的力量可想而知 旁边还有一个绑大腰圆的胖子 个头不高 但是看上去很虎视 胡子上还扎了一个小辫 这家伙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 可是他的一双拳头和他的手臂 就是最强威力的武器 他们一看就是西北方来的 有这两个家伙挡在这里 刀疤脸那些人不敢轻举枉头 你们这么多人 欣赴他们几个 看起来他们还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不太光彩吧 满头小便的姑娘问了一句 明显有些看不过去 很可能是要帮忙 问你什么事 我就最后问一句 你们让还是不让 如果我偏不让呢 此话一出 强壮的大块头 立刻单手拎起一张锅子 绑大腰圆的胖子手骨 捏得琵琶作响 一看这个架势 我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心说总算碰上贵人相助了呀 刀疤脸那些人一个比一个着急 所有人都在等刀疤脸拿主意 如果换成是我 我绝对不会和这些人发生冲突 因为这些人身上带着一股野心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在场这些人野心十足 一看就是平时也惯了 随身带弯刀和鞭子的 能是擅长吗 我告诉你 你们最好别多管闲事 刀疤脸起了 此刻他有些下不来台 今天这个闲事 本小姐管定了 有本事 你们来收拾大山和铁锤 一听这话 我心中还真是人如其名 一个强壮如山 一个虎身如锤呀 行 你们给我等着 今天这事 我记住你们了 我们走 刀疤脸转身 带人快速离开 他们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 我们是无意中 捡了一条命 要不然今天晚上 他们人多 我们不死 要被整个半死 谢谢 男性主动上前道谢 所有人这才送了一口气 看你们这些人 斯斯文文的 怎么看也不像婚社会的 怎么就招惹上他们呢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要感谢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吗 满头小便的姑娘 笑着白了白手 她的目光 落在五哥身上 五哥一身西装 儒雅帅气 但凡是个女人 见了她 都会有好感的 姑娘主动询问 喂 你没事吧 我估计今天是沾了五哥的光 我没事 我是男家老五 不知道怎么称呼 五哥主动上前打招呼 他朝姑娘伸出了手 我是白千雪 叫我小白就可以 双方象征性地握了握手 可一瞬间 我发现了不对劲 五哥的脸色 明显是有些不对劲 白千雪的嘴角滑过一次笑意 他应该是握手 暗暗用力 故意调侃五哥 男家老五 今天我帮了你 你要请我吃饭吗 那是当然 什么时候啊 不会是敷衍我的吧 不会 白小姐什么时候有时间 那就什么时间 今晚我就有时间呢 一听这话 五哥懵了 我也懵了 没想到 遇上一个自来熟 一点都不内向啊 开玩笑的 要不要我让人送你们离开啊 不了不了不了 五哥连连摆手 估计他也吃不下 这个野心失足的姑娘 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来这里的 不过能碰上就算是缘分 其实啊 在江湖上不分是哪里人 有些是地头蛇 有些是国江龙 哪里有财路 人就往哪里去 这是永远都不变的道理 五哥和对方表示感谢 并且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 不知为何 我觉得这个白雪 可能是看上五哥了 相比白雪带来的那些 五大三粗的人 五哥显得那么的斯文儒雅 那么的鲜嫩可口啊 在我看来 白千雪这些人 一点都不像是来喝茶的样子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更适合他们 小白 时间差不多了 啥时候给我们找娘们啊 铁锤吻声吻气问了一句 其他汉子眼里 都露出了渴望的辰色 别急 一会儿就安排了 一听这话我就明白了 这些家伙 很可能是来尝鲜的 可是他们来错地方了 日式茶馆是喝茶看表演的 可以陪吃陪喝 陪聊 但是其他的没有 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 一个表示感谢 并且拉拢关系的机会 我试探性问了一句 今天晚上咱们碰上就是缘分 这里只能喝酒喝茶 找姑娘得去其他地方 我来安排怎么样啊 脸上挂着男人都懂得笑容 小白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难道这里没有娘们吗 这里真没有 但是我能找人给安排 保证是最好的 我笑着说了一句 我就觉得 这些人不可能跑来日式茶馆喝茶 只是他们找错地方了 行 你能安排就给他们都安排 没问题 我一口答应下来 心说在这里得找龙丽妃帮忙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就在这时 龙丽妃的人到了 虽然到场人不多 可是来的速度很快 现在情况已经得到控制 我转头看了一眼 小初被打得满头是血 刚才他打得最疯 扛的也最多 而阿峰也受了一些伤 手上划开一道口子 没想到他也很能打 能扛住那么多人 而且是持续对劈的状态下 一般人还真做不到这一点 我身上挨了几下 不过没什么大事 就是手臂石膏被劈烂了 男性因为是女人 刚才对方没有人动他 五哥在最后面 他也没有受伤 很快龙丽妃也来了 一进门他就皱进了眉头 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样了 我们没事 刚才碰到了几个朋友 他们出面帮了一把 没什么大事 我只能指白签选那些人 如果不是正好碰上 今晚我们要吃大亏 谁做的呀 简直是不把龙先生 放在眼里 维哥十有八九事 没事 一些人喝醉了 一点想误会而已 我刚想说是冯老板那边 五哥主动化解这件事情 并且没有深究 龙丽妃转头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表示的确如此 我明白五哥 为什么要大事化小 其实就算点名是 冯老板找的人来收拾我们 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退一步说 就算有证据 我们也不可能 把冯老板怎么样 龙先生也不可能 出面帮我们 那我们的面子 就真的舍了 而现在 把这件事情 归结于一群 罪汉喝醉 来闹事 那么我们自然倒霉 面子上 稍微能说得过去一些 飞哥 今晚正好有个事情 想请你帮忙 哦 什么事 接一步说话 我把龙丽妃拉到旁边位置 小声嘀咕了一阵 她立刻点头 表示没问题 其实就是给白千雪 那些人安排一下 这里我人生地不熟的 可是她不一样 龙丽妃立刻安排人 带着白千雪这些人离开 临走的时候 白千雪又到五哥面前 你说过要请我吃饭的 我等你电话 好的 没问题 如果你敢神言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白千雪朝五哥晃了晃拳头 一副野性十足的样子 我看五哥头上 冷汗都快下来了 俗话说 男追女隔重山 女追男隔层沙 一般男女之间 都是男人主动 可今天碰上这么一个姑娘 不知道五哥能不能吃得消我 如果放在以前 搞不好真的会把五哥弄回去 当个压寨夫人也说不定 送走白千雪那些人 裹摸出一只香烟点燃 身上微微有些乏力 老九兄弟 今天晚上有赌局 你们怎么离开了呢 我还以为你们还在钻石打厅呢 我们没什么事情 出来喝一杯 谁想到碰到了意外 我尴尬的笑了笑 没有说我们是因为什么离开 面子上过不去 没事 一会儿我们就回去 五哥主动说要回去 一时间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今晚麻烦你们了 你们先回去 我们稍微休整一下 马上就过去 好 我那边还有不少事情 咱们一会儿见 说完 阿飞转身带人离开 还留下几个人保护我们的安全 五哥挥手示意了一下 我让小初和阿峰去洗把脸 把脸上血刺洗干净 我不知道五哥为什么要突然回去 但是我觉得 他心里一定是很不甘心 原本我带他来这里喝茶看表演 是为了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的 可是谁能想到 他心中那口气还没彻底发出来 又碰上这样一件事情 被人咄咄逼人呢 俗话说 泥人尚有三分土星 不管是谁碰上这种事情 心里都会有火气的 看来 今天晚上 五哥要有所动作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对你好的人 总会劝你冷静 反之会推波助澜 你的愤怒 我知道五哥心里有气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劝一下 该有的形式不能少 五哥 咱们今天晚上 还回去吗 回去 可是就咱们这些人回去 也没什么作用啊 我是担心的询问 如果没有准备 那回不回去 意义不大 我给鬼陈打电话 我们带他一起回去 一听这话 我心中咯瞪了一下 我瞬间明白 五哥回去的用意 他不能在明面上怎么样 但是他可以暗赌陈仓 展开他的报复 上一次赌局 鬼陈帮冯老板赢了那么多钱 而这一次 他将站在冯老板的对立面 如此一来 这场戏可就有的看了 老九 让妈妈桑 算算这些东西多少钱 好 日日茶馆内 所有打砸破坏的东西 五哥全部照价赔偿 他是一个做事有原则的人 哪怕事情的原因 不出在他身上 此时此刻 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因为 我即将会见到鬼陈 而且这一次 我们会站在同一展现上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 五哥可以调动鬼陈 并且为他所用 现在看来 鬼陈一定是五哥手中 最强的一张老千牌 一切精念完毕 妈妈桑给了一个 很公道的价格 该赔偿的都赔了 老九 今天晚上 你就不要过去了 你带你的人 回去休息吧 五哥 这可不行 再说这点小事 我没问题的 不需要休息 我连忙表态 先说 今晚这个场面 如果不去看看 那将是一个遗憾 五哥你放心 我可以的 那好吧 我们走 离开茶馆 整个城市都被霓虹点燃 已经将近十一点钟 从茶馆 到龙先生的娱乐场 并不远 龙李飞留下的几个人 负责带路 小处和阿峰他们 都变得很警惕 此时娱乐场门前 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子 比我们之前离开的时候 更多一些 今天晚上 一定是个大场面 不知道双方请来多少人 这场局 肯定谁都说不起 进入钻石大厅之后 眼前的一幕 让我震撼 我知道今晚 已经提前清场了 整个钻石大厅里 除了龙先生一边的人 就是冯老板一边的人 两边各种的 超级大的动态 敬畏分明 就像楚河汉界一般 双方各自在喝茶聊天 看起来气氛其乐融融 但是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双方都在五行中 剑拔弩掌 这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较量 谁输谁赢 决定了一切 五哥 鬼陈什么时候过来 别着急 他一定会来的 说完 五哥找地方坐下 他直接坐在 龙先生的这边 四哥 龙先生正在陪着杨老板 还有几个我没见过的 中年男人喝茶 看起来 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江湖大佬 很有气势 混江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混得好不好 一看就八九不离十 冯老板那边人数也不少 估计也会有一些本地老板 毕竟不可能所有人 都站在龙先生这边 如果以前和龙先生有过恩怨过节 或者生意上的冲突 那么肯定会站在对方一边的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句话从古至今都没变过 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一样的道理 赌局已经开始 中间那张超大赌台上 现在坐了八个人 我仔细打量赌州上那些人 除了齐家兄弟之外 全部都是生面空 我分不清楚 他们各自是哪一方的人 那个满脸冷酷紫色短发的女人 我在之前就见过 没想到她竟然是一个老钱 今晚这个场面 能坐在毒桌上的都有两把刷子 她的旁边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 个头不高 长得精瘦 一副奸诈刻薄的模样 从面相上来看 眼小鼻窄 唇薄 剪下巴的人 心胸一般都很狭隘 老头的打扮很是普通 这样的老头在棋牌室麻将馆 以及公园打牌的时候 是常见的 可是在正规的赌场 以及娱乐场中 很少见到这样的小老头 而且他身上的气质 完全不像是个有钱人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 但是一个人混得怎么样 多数人都能从眼神和气态中判断出来 其实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气场 眼睛毒的江湖人 一眼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晚上能出现在这张赌桌上的人 必定是高手 我不清楚 这个小老头是冯老板这边的人 还是龙先生这边请的人 因为赌局没有按照两边人位置做 而是打乱顺序了 齐家兄弟就分开得很远 不过对于内行人来说 只要赌局看十分钟 就能清楚知道 谁和谁是一会儿的 因为在赌局上 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配合 以及坐局捧杀 五哥 我过去看一下赌局 不要过去 今天晚上你不要插手 就在这里看着 五哥阻止了我 今晚是一场龙争虎斗 你似我活的较量 全住其中 必定没有好下场 而且双方人叫这么多人过来较量 绝对是个大场面的 如果不是我有男家老九这个身份 那么我连进来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能够亲眼目睹这场赌局了 对于一般的小老亲来说 这样的场面根本就见不到 因为层次远远达不到 我有幸见识这场赌局 那么我就尽可能要学习到一些东西 从而为己所拥 如果人不能学为己用 那么就算走过再多地方 也无法提升自己 我距离赌台大概有十几米远 但是我依然在关注着赌台的情况 我看不到他们发牌的点数 也看不到他们的输赢情况 此刻内心真的是有些交接 负责发牌的盒官 穿着服务员的衣服 我想他们应该不是专业核官 而是临时决定从场子里随便找了个服务生 懂行的人都知道 核官可以决定一场赌局的胜负和走向 找个不懂签数的服务生发牌 要比核官蒙眼更加保险 就像是在第一晚赌局的时候 龙先生和冯老板 让我这个坐着轮椅的来发牌一样 他们临时抽调一个人过来发牌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核官作弊 可是冯老板没有想到 我会是个老签 所以龙先生赢下第一场赌局 第二场赌局 冯老板那边请了鬼陈 在赌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 偷天换日的赢下了第二场赌局 现在第三场赌局 双方剑拔弩张 各自都请了高手过来 如果今天晚上龙先生这边的人可以赢 那么五哥不会让鬼陈出面 因为锦上添花并没有什么作用和效果 可如果龙先生这边输了 那么请鬼陈来就是血中送炭 如果鬼陈能够力挽狂澜 那所有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明白了五哥 为什么没有直接带鬼陈过来 而是先观察一下情况 很多时候当时想不明白 过后稍微一想就明白其中意思 所以很多疑惑不要着急说出来 也不要着急去询问 而且很多问题都非常的幼稚 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 稍微沉淀一下 自己琢磨就能琢磨出来 独居有条不紊的进行 我看不到独居的情况 心急如焚呢 我看到阿飞在不远处站着 而他对面是龙天 看来他们两个负责今天晚上独居的情况 我是以男性推我过去 飞哥 老九兄弟怎么样了 没事吧 我小声询问 没事 独居开始多长时间了 顺手摸出一只香烟递了过去 刚开始的 今天晚上是一场大局 估计又是一个同校了 阿飞嘀咕了一句 他的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我感觉有些不太对亲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兜里有钱心不慌 今晚这么大的场面 阿飞却很放松 没有一丁点紧张的感觉 通过这一点 我能判断他心里有底 而他的底气 肯定来源于 今晚龙先生进来的前手 我是担心地询问 飞哥 今晚龙先生这边 请高手过来了吧 永把握影完 同时拿出打火机 替他点燃香烟 不好说啊 今天晚上冯老板那边 也请了不少高手 老万也来了 他是个高手啊 哦 哪个是老万呢 是不是那个 精瘦的小老头啊 不是 老万是戴黑矿眼镜 留着小冰头那个家伙 阿飞失忆了一下 我看到了老万 他看起来非常普通 就像是一个工人模样 老实芭蕉的样子 而且他在赌桌上 很没有存在感 飞哥 这个家伙很厉害嘛 那是当然的 一般的都叫老千 他叫老万 江湖上传闻啊 他一个人 能顶十个老千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原本以为 老万是姓万 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这种意思 在江湖上 我还是头一次 听说这么奇怪的名字 不过 咱们这边呢 竟然是袁小姐 她可是虹口 手军一指的高手 哦 这么厉害啊 我不免仔细打量了一下 那个紫色短发 满脸冷酷的女人 此刻堵桌上 就她一个女人 看不出她的国籍 如果不是阿飞介绍 就和普通女人一样 飞哥 今天晚上这场赌局 还有哪方高手过来啊 我好奇地打听消息 对我来说 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更是见世面的机会 冯老板还请了一个 一夜老千团的 业务会 叶先生 那个是叶先生啊 就是那个 鼻子发红 耳朵上戴着一盘耳钉的 我仔细打量的是 一个中年男人 看起来四十多岁 鼻子微微发红 耳朵上打了一排耳钉 看起来很时尚 很有辨识度 一般老千 都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而当老千混到一定程度 没办法隐藏自己 那么就会转个名声 组建老千团 老千团 一般主要是帮赌场看场子 充当坐镇高手 在赌场之间 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们会出面解决 也会接一些私伙 或者是参加一些 高端的私人赌局 我看这个叶先生 有些像是南方人 穿着打扮 很时尚 很前卫 尤其是头发 那一撮发型 像极了一顶风雷帽 如果不说 他是个老千 我甚至都感觉 他像发型设计师 或者是摄影师之类的 在叶先生身后不远的地方 我看到两个 大约十几岁的孩子 其中一个 看起来稍微大一点 他们两个的出现 让我很是意外 飞哥 怎么还有小孩呢 看到那两个小子了吧 那是叶先生带来的徒弟 估计一会儿 他们可能会上赌桌 真的假的呀 我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 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我像这个年龄的时候 才刚接触到采门 各种各样的手法 还没开始练习呢 猎无悔先生带来的徒弟 都是很厉害的 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他们呢 我小声询问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个精瘦的小老头是谁啊 其实感觉长得像老鼠一般 不清楚 他不是我们这边请来的 但是来者不善 看起来是个狠角色 阿飞也不认识那个精瘦小老头 那他的身份就成了谜 在赌桌上不怕面对 有名有姓的对手 最怕的其实是那些 一无所知的对手 飞哥 龙先生这边除了 齐家兄弟和石原小姐之外 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是石原小姐的助理 我们这边的杀手锏都还没上呢 哦 杀手锏 阿飞一脸得意的样子 他祖姑又判了一番 然后凑到我的耳边说 龙先生今晚请来了 鸿口第一高手 浦东第一高手 现在都在贵边室里休息呢 哦 我明白了 现在赌局才刚开始 不可能一上来就派出最强的人员 而是双方相互试探 你来我我 在赌局处在烈士 或者发现对方太强的时候 则会派出更加厉害的高手 如果一开始就拿出所有的王牌 那么王牌之后就没有其他牌可用了 不知道所谓的第一高手 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感觉 今天晚上这场赌局 越来越有意思了 各路高手都来了 那必定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争斗 鹿死谁手 还真是不好说 老九兄弟 你看到对面沙发 戴一串项链的那个家伙了吗 他是不是叫狗牙呀 狗牙 我不知道啊 我看到那个戴项链的家伙了 不是金项链 而是那种银色的 一身黑色皮衣皮裤 更像是摇滚青年 他不是你们男家的人吗 一听这话 我傻了眼了 我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狗眼狗牙 应该是男家老二带来的人 飞哥 男家门声太多了 我认识的人比较少啊 怪不得呢 听说啊 他是一个狠角色 我还想让你帮我引荐 介绍一下呢 阿飞嘀咕了一句 我没有接话 这事我可引荐不了 对了 飞哥 旁边那个老歪是谁啊 一头金色小卷那个 他是哈特 李先生的人 平时龙先生和他不对路子 他今天过来 是帮着冯老板那边 原来是这样啊 今晚来了很多大老板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可幼稚点 放心吧 飞哥 我这人没什么长处 就是嘴巴特别严 那就行 阿飞介绍完 和我之前猜想的一样 两边人各自请了 助战高手过来 不只是老钱高手 还有江湖上的朋友 江湖朋友各自带来高手 刚开始上的 肯定都不是最顶尖的 高手一批接着一批 龙先生这边 不可能只有七家兄弟 哪怕他们都是顶尖的老钱 估计一定还有后手的 而且看整个钻石大厅的规模 如果没有真正的高手坐镇 那么生意肯定做不到今天 所以我猜想 龙先生一定还养了高手 说不定就是浦东第一高手 只是现在还没让他露面而已 当一个老钱坐到一定程度之后 最终归宿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为赌场做事 赚个安稳钱 另一种是闲云野鹤 隐姓埋名 真正的顶尖高手 都被赌场给养起来 去到哪个赌场里玩牌 那根本不需要自己赌 赌场都会主动送钱过来 而且名声越大的老钱 就越没有赌场可以玩 他们不可以去小赌场 就像玩惯了一万两万下注的人 如果让他去十块八块的 那纯属就是浪费时间 当一个老钱 明确达到一定程度 没有赌场可以玩 没有赌局可以参加的时候 就会为赌场做事 拿一份高的薪水 平时不用出来做事 只需要在关键时候 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所以顶尖的老钱 永远都不会出来抛头露面的 更不会以其他 作为自己的收入 因为任何其他收入 都比不上赌场给的那份更高 尤其是那种大赌场 一年几十个亿流水 花几千万养几个高手 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现在市面上 能够被人熟知的钱王 那都是包装出来的 或者是自放的 真正的老钱 一定签过无数赌场 签过无数的水鱼 如果不低调行事 或者没有赌场作为保护 那么将会遭受无数的报复 那些活跃在公众事业中 没有接触过深层利益的前往 只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 俗话说 笛子白的不招手黑的 上岸的别和泥潭里的交接 就算有钱有势 手眼折天 各方各路都能吃得开 但是和王命图较紧 能赢了 我和阿飞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 就在这时 赌场大厅进来几个女人 第一眼看上去 这几个女人很妖娆 超短裙 外加包囤裙 瞬间心眼 无数的目光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枷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枷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女人颧骨高 杀人不用刀 这几个女人的颧骨 都是很高 但是脸颊无肉 不留富贵 她们打扮得珠光宝气 脸蛋很精致 眼睛也很有神 但是从面相上来看 不带富贵相 也不是望夫相 其实漂亮女人 有很多种 但是真正讲究的男人 找女人一定会找 带富贵相 并且有望夫相的女人 这种女人 可能姿色并不十分出众 也不是顶尖的 漂亮迷人 但是这样的女人 端庄大气 而一个家庭中 有这样的女人来操持 想不忘都难 最重要的是 能够带出门去 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场合 不过 也有很多人不信这个 觉得女人漂亮就足够了 尤其是喜欢那些漂亮的 名媛戏子 但很多都是面带客服下 玩不好 就会破了运势 驾到中落 那几个漂亮女人 成功吸引男人们的目光 在他们经过的时候 我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水味 一个女人的包团裙 撑得满满当当 颇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走起路来 恶懦多姿 左摇右摆 晃得人眼睛都滑了 另一个是短裙样式的旗袍 开叉几乎开到大腿根 每走一步 都在走光的边缘 让男人眼睛都移不开 还有一个穿着 超短蓬松公主裙 裙子短的 几乎都盖不住了 俗话说 女人的裙子 一寸短一寸鞋 这几个女人一出现 立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静止走向了 冯老板那边 不知为何 我有些口感舌燥 感觉喉咙里 就像是堵着一团东西 瞎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老舅兄弟 看眼睛都直了吧 这些名言不错吧 阿飞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调侃的模样 没有 我就是好奇多看两眼 其实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尴尬地解释了一句 借此来掩饰刚才我的事态 好久兄弟 你是言不由衷啊 我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 爱美之心 是男人的本能 如果男人对美女 失去了冲动 那是违背人的精英 也违背人性的 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 男人盯着女人目不转睛 那都是不礼貌的 那几个漂亮女人 走到冯老板身边 全部都在他身边坐下 冯老板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 飞哥 那几个名言 是什么来路啊 冯老板的几个小老婆 各顶各的漂亮 听说啊 是他花大价钱抄的 冯老板果然是宝刀不老 又过人之处啊 别看他有这么多 漂亮小老婆 其实啊 他也是外强中干 吃不消的 飞哥 这可不一定啊 说不定冯老板 是铁打的身呢 我调侃了一句 彼此意味深长的笑容 其实人人都有嫉妒性 因为这是人 与生俱来的本性 冯老板是不是 铁打的身呢 我不知道 但这么多小老婆 他自己肯定吃不下 一定会有人帮忙的 阿飞贼嘻嘻地笑了 其实看到美女 说不动心 那是假的 冯老板那个年纪 不管女人有多好 他都吃不下的 飞哥 如果有机会 你可得给冯老板帮忙啊 我会的 我会的 咱们不能坐舍不理啊 是不是 没错 我感觉和阿飞很聊得来 我们两个的脾气 都是很相投的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她也是个穷苦出身 并不是所有穷苦出身 都会平易近人 分两种极端 一种是 一路走来 无人扶持 受尽艰难 功成名就之后 必定是饥饿如仇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而另一种是 自己尝过所有滋味 看透了世间的很多事情 与人为善 说白了 一种人会把自己 所遭受的不幸 变本加厉地 加在其他人身上 而另一种人 就是知道 这种滋味不好受 所以不会加给任何人 这就像是千百年来 男人共同的难题 婆媳关系一样 有些婆媳关系 并不是与生俱来就不好的 而是很多人 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 转而把这份怨念 加到其他人身上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这种情况 在很多相对落后的地方 就会愈演愈烈 老舅兄弟 如果给你个机会 让你搞冯老板的 这几个小老婆 你会不会动心呢 当然不会 飞哥 我说了 我对这个真的不感兴趣 真的 真的 其实男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男人的本性 潜泉和女人 在本性当中 只有女人是会触及到感情的 而潜泉则不会 自古以来 有多少英雄豪杰 有多少独当一面的男人 最终不是败给强敌 也不是败给自己 而是败给身边的女人呢 平心而论 我是一个很看重钱的人 因为我深知金钱 虽然不是万能 但钱是距离万能 最近的东西 俗话说 清酒红人面 财富动人心呢 金钱可以为我带来人手 带来地位 改变我的生活 以及保护我的安全 所以在江湖上 我一直都是一个贪钱 但不好色的人 因为金钱可以不拿 但女人一旦缠上 那就不一样了 曾经我师父对我说过 因为女人而耽误自己 虔诚的男人 都是情种 成不了大事 真正有野心 能做大事的男人 从来不会被任何人牵绊 也不会被任何人阻挡脚步 当一个男人功成名就之后 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少女人 更不会缺少 形形色色优秀的女人 以及性感妩媚的女人 相反在这个世界上 最廉价的就是 男人一事无成的温柔 老舅兄弟 在这坐一会儿 我过去看看 好的 阿飞走向斗台 此时此刻 整个钻石大厅内 气氛非常轻松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放松 完全没有针锋相对的紧张 该喝茶的喝茶 该聊天的聊天 而且线上气氛越来越舒缓 就连堵桌上的人 都像是在放松闲聊一样 随意的下注 随意的扔着筹码 如果不是堵桌上 还放着切手指用的扎刀 我甚至怀疑 自己走出了地方了 在我的想象中 这种两方纠结人手的超大赌局 一定是紧张无比 针锋相对 且火药味十足 双方请来高手 一决此凶 但是此刻我才发现 我的想象是错的 亲眼见到的 才发现完全不同 人混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越不会表露出 自己的敌意来 甚至两方在堵桌上的牌手 他们都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就像是朋友一样 其实这些人心里也明白 大家都是拿钱办事的 今天打完交道 明天或许还会碰面 以后也许会有交集 所以不会把关系搞僵了 通过这一点 我也学到了 那就是 永远不要和你的对手 你死我活 因为今天是对手 而下一次 说不定可能就会是朋友 甚至是朋友的朋友 老千这一行 不同于其他的行业 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 给对方留下活路 其实就是给自己 留下一条后路 我摸出一只香烟点上 就在这时 有人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一看是男家老二 他的脸色阴沉不定 直接朝五哥走了过来 在此之前 他说话就很难听 让五哥被迫离开 现在他又过来 免不了又是一段嘲讽 我立刻推着轮椅凑了过去 在适当的时候 要给五哥解围 老五 不是说回去休息了吗 怎么着 床歪了 睡不着啊 二哥 这说哪里的话呀 四哥打电话给我 让我在这里等他 哦 老四 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不知道呢 他只让我在这里等他 但没有说做什么 也没有说 什么时间会过来 一听这话 我就心中犯嘀咕了 没听说男家老四要来呀 五哥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在此之前 五哥没有说过 关于男家老四的事情 这种事情 他应该不会瞒着我们的 现在五哥 把男家老四搬出来 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老五 你这么听老四的话 你就不听二哥的话了 还是你的心里 一直都没有把我这个哥哥 放在眼里呀 男家老二率先法难 利用身份的优势 来给五哥出难题 二哥 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个弟弟 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 五哥这番话 说得很有技巧 如果男家老二对他客气一点 那什么事都好说 如果对他不客气 那他就没必要继续伪装下去 老五啊老五啊 不许哥哥说你啊 今天晚上的场合 尽量不要缠绘 你没本事 又没有关系 在这里凑什么热闹 男家老二的语气不善 说的话也很刺耳 但他比之前有所熟练 老五啊 你是想给男家丢人 还是你心里有其他的想法呀 二哥 我就是在这里等四哥 不知道二哥 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开 难道我在这里 是给二哥造成影响了吗 废话 今天晚上我在冯老爸那边 你在这边算怎么回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 咱们男家搞卧底呢 明白吗 一听这话 我心中一个激励 男家老二这番话 倒是提醒了我 今天晚上会不会真的 就像他说的一样 就卧底呢 一般来说 人越缺少什么 就会越炫耀什么 越心虚什么 就越会强调什么 男家老二今天晚上 这个反应 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 二哥 我们天天可以见面 但是我很久都没见到四哥了 而且他和龙先生的关系 还很不错 如果我不去和他打个招呼 就回去 那也不合适啊 五哥摆出一副 难为情的样子 他的理由和情合理 还真是会捉案 找你这么说 你是铁来心了 要和我做对了 不给哥哥这个面子吗 二哥 我怎么会和你做对呢 今天晚上 我一没有带人手 二也不参加这项独局 又怎么能说是和你做对呢 你 好你个老虎 男家老二 整这一套 按说 我应该替五哥说话的 可是这一刻我知道 自己没办法说什么 也不合适 现在的情况 只能是五哥自己来处理 因为任何时候 都没有手下人 替老板做决定的说法 二哥 你听我说 五哥站起来 用手挡着 在男家老二的耳边 说了一句话 男家老二的眉头 瞬间皱了起来 然后 他稍微沉思 犹豫了一下 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带着人离开 我不免有些惊讶 不知道五哥 刚才和他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猜测 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五哥说的话 对男家老二有利 所以他才会作罢离开 第二种情况 五哥表达的意思 是让男家老二忌惮 他没有办法插手 也不敢再继续说什么 只能离开 相比较两种情况 我更加倾向于 第一种猜测 因为凭借我对五哥的了解 以及男家老二 对他的态度来看 他并不会威胁 或者男家老二 不会畏惧 不管怎么说 男家老二的背后 都是南振东 他没有道理 害怕任何的威胁 刚才五哥搬出 男家老四的时候 男家老二 稍微收敛了一些 但还远远不到 忌惮的地步 那么我想 十有八九 五哥说的这句话 一定是对男家老二 有利的 所以他才没有 继续的纠缠 选择了离开 再往深层琢磨一下 对男家老二有利的 就是今晚这场赌局 关乎这场赌局 要么是钱 要么是牵手 要么是人脉关系 称场面 这三种 必有其一 表面上看 这三种情况 五哥一个也不占 但实际上 五哥占了一样 那就是 八面鬼 鬼陈 男家人都知道 鬼脸师傅 跟着五哥做事 而鬼陈 又是鬼脸师傅 一手交出来的徒弟 那我基本上 可以猜到 五哥刚才说的 这句话 很可能和鬼陈有关 而今晚和男家老二利益有关 并且符合他的利益 那就是冯老板那边赢钱 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自己一方实力强劲 光明正大的赢 第二种情况是 龙先生这边输 把钱输出去 在此之前的那场赌局 鬼陈替冯老板那边做事 而五哥为了给龙先生 一个面子和一个人情 打电话让鬼陈离开 现在让鬼陈再加入冯老板那边 已经是不现实了 因为人家已经请来其他老钱 而且没有主动上赶着 去替金主做事情的 现在鬼陈只能帮龙先生这边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就是故意输 可是 如果今天晚上 鬼陈给龙先生输了钱 那么于情于理 都是说不过去的 和龙先生这边的关系 也会破裂 如果鬼陈赢了 那么男家老二 就会知道这是一场渠 那么后续 五哥还会有麻烦的 毕竟他们都是男家的人 早晚都会暴灭 按照我对五哥的了解 他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 那么鬼陈今天晚上 代表龙先生这边 是一定不能赢的 也不能输 如果把筹码输给自己人 那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左手换右手 而如果鬼陈要把钱输给对方 那么就不符合龙先生的理意了 表面看来已经陷入一场死局 但是 还有一种可能 除非在对方的人中 有龙先生的人 鬼陈会专门输给这个人 通过这个人的手 再输到龙先生这边 其他人的手里 那么表面上来看 鬼陈是给龙先生输钱的 而实际上这笔钱 最后又回到龙先生这边 这是唯一的可能 也是唯一的万全之策 既可以堵住男家老二的嘴 还不得罪龙先生这边 所有的猜想猜测 经过逻辑思维的判断之后 最终只会剩下一种可能 一种最接近于事实的可能 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最起码心里不会糊涂 不会一无所知 更不会毫无头绪的乱猜测 五个朝我勾勒勾手指 我立刻凑过去 五个有什么安排吗 老九 今天晚上如果鬼陈加入夺局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表面输钱 背地里赢钱 这样在表面上 不得罪男家二哥 还不会让龙先生这边 觉得我们给他输了钱 不得不说 还是你最懂我呀 说完五个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先说这可不是懂他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那么就不会退而求其次了 如果五个要安排鬼陈做局 他一定提前就知道 这场赌局中是有内鬼的 要不然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可是表面上来看 五个并没有参加今天晚上的赌局 也没有和龙先生有过多的深交 他应该不可能知道这种内幕的消息 如果他要知道这种消息 那么只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 有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把消息告诉了他 第二种就是 被人收买的这个老千卧底 本身他就是认识的 可以自己联系上 而五个并不怎么出来跑江湖 面对这些天南地北的老千 他能认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一种情况 有人把消息告诉了他 而收买对方老千这种消息是绝密的 龙先生肯定不会告诉他 能知道这个消息的 一定是核心人员 所以我判断 这个消息的来源 极有可能是男家老四 通过这一点我判断 今天晚上的赌局 对方可能真会安插卧底 相互收买对方的钱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不管在哪里 吃里爬外 都会让人恨之入骨 因为内鬼从背后捅刀子 让人防不胜防 今晚这些老千 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天南地北 哪里的都有 谁也不知道 这些老千私底下 关系怎么样 虽然老千都是拿钱办事 代表不同的金主 可是没有人规定 只能赢不能输 如果老千私交很好 完全可以在背地里串通起来 两边都收金主的钱 左手换右手 左磨其去 等赌局结束之后 老千在背地里单独分账 那么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在江湖上 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曾经我和师父就碰见过 在一场赌局中 出现同一个老千团 但是他们代表不同的金主老板 我师父看破没有点破 在那场反反复复的赌局中 金主付给老千的酬劳不少 但两个金主老板 没有一个能占到便宜 在江湖事件中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人心永远要比想象的更加黑暗 也更加复杂 表面上来看 今天晚上这场赌局 双方各自为战 可实际上 就像现在我所看到的这样 真真假假 叙叙事事 谁都不知道 谁和谁是一方的 也没有绝对的朋友 也没有绝对的敌人 俗话说 非我族类 其心必意 哪怕同样都是龙先生进来的老千 可是他们不是同一个老千团 那么赢了总比要输了更好 如果所有人都想赢钱 那么这场局是做不下去的 因为做局必须要配合 要配合就必须有人输掉筹码 或者用捧杀 或者是配合 在这场混乱的赌局中 临时拼凑起来的老千 根本没有默契可言 配合做局 那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今晚这场赌局 结果怎么样 很难说 此刻我隔着很远 无法靠近赌注 看不到具体输赢情况 但是我可以看到 服务员给谁送筹码 需要让服务员送筹码 那肯定是输光了手里的筹码了 而且可以目测到 每个人面前的筹码 让人意外的是 龙先生手下的齐家兄弟 面前筹码堆得很高 还有筹码很高的 就是不知道是谁的那个小老头 阿飞也不认识他 而号称首居一指高手的 石原小姐 他刚刚又补充了一次筹码 目测那些筹码有两百万左右 这场局 要比前几天那场局 都要复杂 根本看不清楚 谁和谁是一伙的 而且他们心里各自都会提高警惕 换为思考 如果换作是我来参加这场赌局 那么我也信不过其他人 哪怕我们代表的是同一个金厨 可我信不过其他人 其他人也信不过我 在老千这一行中 永远都没有信任这两个字 而阿飞特别说过的 那个厉害的高手老万 他面前筹码没有明显变化 他也没有存在感 一夜老千团的叶先生 目测小赢了一些筹码 他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好像心思根本就不在赌局上 反倒是经常找石原小姐 搭话聊天 像这泡妞一样 我看时间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如果赌局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很难分出胜负来 况且这些被金主请过来的老千高手 他们可以不赢 那么两方人就是皆大欢喜 以前我师父对我说过 在老千这一行中 有个不成文的诡理 杀水鱼讲究先来后道 在任何赌局上碰到同行 能让就让一下 因为天下赌徒有那么多 赌局有那么多 没必要和别人发生矛盾和冲突 也没必要抢别人的水鱼 所以这些年来 只要我碰上老千 那么我就会避让 活得轻松自在 同样还有一些不讲究 先来后道的同行 如果碰上其他老千来抢猪 那么最好的应对办法 也是避让 因为对方既然不守规矩 那说明真的是缺钱了 缺钱就会冒险 人既然选择冒险 那一定是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也有了详细周全的思考 说白了 人家既然敢抢 那就说明不害怕 怕就不会抢了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来套用这场赌局 那么我觉得 今天晚上很可能会打个平手 就算有些输赢波动 也不会太多的 因为输得太多了 不好和金主交代 赢多了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在这种规模的赌局中 多赢几百万 和少赢几百万 区别不大 因为替老板做事 赢了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却会得罪对方 那不利于以后 在江湖上碰面做事 一边是拿钱做事的金主 一边是自己以后的切身利益 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而且永远不要相信 老钱会讲信誉 更不要相信 拿钱就一定会 实心实意的办事 但今天晚上这场赌局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冯老板那边 从外地进来了老钱 两方老钱不在同一个区域活动 说不定他们可能会真的下手 也可能会有一些激烈的对赌 但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除非那些老钱 真的愿意为冯老板埋名 毕竟要知道 外地老钱作为过江龙 在低头蛇的场子里出钱 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太冒险被人抓住 轻则剁手 重则丧命 就连金主也保不住 所以 要在龙先生这里出老钱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间接等于是为冯老板卖命 这也是我佩服贵琛的地方 相反 如果占据主场优势 那么就算出钱有些失误 也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毕竟低头蛇占据天时地利的优势 所以呢 这场赌局从一开始 双方并不在同一平面 最起码 双方的老钱 心里想的和顾虑的 都是不同的 可是 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号称首屈一指高手的 石元小姐 再一次补充了筹码 一次筹码大约两百万 这是她第二次补充筹码 而齐家兄弟的筹码又增多了一些 看上去好像石元小姐是故意在输钱一样 而很快 筹码又回到齐家兄弟手上 龙先生 请石元小姐过来 可不是输钱的 作为一个老签 为金主做事 一次接一次地输掉筹码 她的表情不可能这么平静啊 因为替人做事 首先要确保的 不是赢多少 而是确保自己不会输掉太多 很快 名叫哈特的那个老外 他也补充了筹码 但是他补充的筹码 要比石元小姐少很多 我心说今天可真是闲门了呀 龙先生这边补充筹码的石元小姐 是请过来的 而这个哈特是李老板的人 是站在冯老板那边的 退一步说 李先生是来给冯老板帮忙助围的 可是今天晚上来帮忙的都在输筹码 而其他人都在赢 还有一些不输不赢 这场局可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来给人帮忙助阵 反倒是拖后腿的 这不摆明就是猪队友吗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给人帮忙却输掉了筹码 感觉自己实力不行 我会减少下注或者是停止下注 因为首先要做的 不是考虑如何赢下这场赌局 而是考虑如何止损 可是他们不一样 在哈特补充筹码之后 叶先生站了起来 他转身挥了挥手 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凑了过来 那个小子加入赌局 顶替叶先生的位置 这一幕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包括我在内 心里都会有个大大的问号 在这样的赌局中 换一个小子上来 不管出于磨练也好 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心思 在今晚的赌局中 都是不太合适 有些师傅带着徒弟的时候 会故意找一些机会 来磨练徒弟 让徒弟多见一些世面 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但是今天晚上恐怕不太合适 因为在场的都是顶尖高手 没有实力 那就只能给人送钱 除非这个小子 是一个半猪吃老虎的天才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没有金刚钻 别懒此起活 今晚这场赌局高手云集 如果叶先生带来那个小子 没有两把刷子 那只能是宋财童子 那个小子加入赌局 在场没有人拒绝 也没有人说什么 反倒都是一副 欣然接受的样子 其实对于老千来说 从来都不会希望 对手是强大的 相反越弱越好 越能输越好 不管是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还是白痴 智障 只要身上有足够厚的油水 那就是最优质的牌友 不管是在三三两两的 朋友赌局 还是消遣时光的麻将牌桌 总有一个 所有人打牌都会叫的 怨大头 我仔细打量那个小子 长相很普通 不过眼神却很老道 一点都不怯场 他像是见多了这种大场面 他下注的动作很熟练 而且他堆叠筹码的手法 也是很老龄 估计是练习过很长的时间 也参加过不少的赌局 曾经师傅带着我 闯荡江湖参加赌局的时候 也会找一些机会 让我来顶替他 算是练担 那时候 师傅都是用去卫生间 作为借口和理由的 让我渐渐失眠 练练手法的 因为不管再怎么熟练的签数手法 不经过实战 那都是智商谈兵 要知道 在平时状态下 练手法和堵桌上玩手法 它是完全不同的 在堵桌上出钱 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 不同的心态 面对不同的压力 只一次又一次练习 才能克服心中的难关 还有恐惧 只有做到表情自然 心态自然 那才不会露出破绽来 有些人平时手法玩得很溜 可是一到堵桌上 就会紧张 因为那个时候 人要考虑出钱被抓的后果 以及随时都有可能 被人做局算计 因为在堵局上 你永远都不知道 面对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坐在身边的赌徒 到底是什么身份 因为老千在不出钱的时候 和其他赌徒一样 都是正常人 如果运气不好 碰上伪装水鱼的老千高手 很容易被当场抓钱 那么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以说 老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因为在堵局中的时候 没有人会告诉你 这张赌局里的人 全部都是不懂手法的水鱼 也没有人会告诉你 赌局中有没有冒充水鱼的老千高手 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老千赢钱的时候 不靠运气 但在挑选赌局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 那么一点点运气的 曾经师父带着我闯荡江湖的时候 就碰到过一个伪装成水鱼的老千高手 至今我还记忆有心 那是一个豆腐加工房里面 破破烂烂就那么几间屋子 临近年关 就在那个加工房的屋里 一群人围着打扒椅 玩的赌注不算大 输输赢赢就几千块钱左右 可是偏偏就碰上 那么一个打野石的老千 打野石是一句行话 代表高手参加不符合身份的小渠 那是一个回老家过年的老千 闲着没事去豆腐房凑热闹 一整晚时间就像个无害的水鱼 还输了几千块钱 可是临近赌局结束的时候 容易把牌杀掉我一晚上努力的成果 不但让我空手而归 还搭上不少的本钱 好在那个老千只要钱 他没抓我的现行 算是让我替他做了一回钱箱子 从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 在赌桌上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人 也不要小看任何的水鱼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面对的究竟是什么人 在那个小子上桌之后 赌局进行的速度很快 我感觉他下注也很坚决 玩牌很老练 十几把牌过后 他的筹码有了一些增长 而还有一个小子在后边站着 估计也在等着上赌桌的机会 历练一下 可是把今天晚上这张赌桌上的老千 当成历练的对象 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同样反过来说 越强大的对手 才能磨力出坚韧的性格 越坚硬的石头 才能打磨出更加锋利的刀锋 我摸出一只香烟点燃 就在这时有人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看了一眼 感觉有些熟悉 他一时间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这家伙好像认识五哥 他在五哥耳边轻声嘀咕几句 五哥点了点头 老九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一下贵宾室 五哥 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陪你一起过去吧 要不然让南新陪你过去 不用 四哥在那边 我过去找他喝杯茶 你们去了反倒不方便 一听这话 我微微愣了一下 南家老司来了 可是我没有见到他来 或者说 他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到了 只是在贵宾室里没有出来吗 五哥没有等我说什么 就跟着那个人离开了 而这一刻我也突然想起来 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在前几天冯老板找人收拾我的时候 他过来说过一句话 我原本以为他是龙先生的人 但是龙先生说 他是南家老司身边的人 五哥跟着他走向贵宾室那边 我想过去看看南家老司 可是五哥不让过去 说不方便 其实我心中很想见见南家老司 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南新 咱们要不要过去和四哥打个招呼 我转头问了一句 心里有下案拿不住 刚才五哥不是说了 让我们在这里等着 那咱们就在这里等着 那好吧 我深吸几口香烟 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一些 可是这一刻我没法保持平静 因为我距离南家老司是如此之近 可是却见不到的 就像是一份盼望已久的礼物 明明已经送到了面前 可是还没有拆开包装 现在我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心里无比的焦急 一场拥有各路顶级老间的赌渠 我没有办法参加 我想见南家老司也见不到 就像是被挂在树叉上一样 两头空空 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阿飞在堵桌旁边 他和龙天站在一起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一直都没有过来 我想和他聊几句都没机会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里不是个瓷味 老九 你怎么了呀 怎么哀声叹气的 是不是有些累了 南心凑了过来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 我不是累了 只是在这里有些着急 老九 我得劝你一句 今天晚上这件事情 我们绝对不能参与其中 更不能卷入其中 不然没有好下场的 我知道 我只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已 其实我觉得 这也不算是错过机会啊 哦 你想啊 咱们出来能够见见这种场面 见见市民 认识认识他们这些人 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和气息 就可以了呀 再说了 我们这种水平上去 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南心一番话提醒了我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说的也对 谢谢 客气什么呀 咱们俩不是搭档吗 不用这么见外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刚才南心的话提醒了我 我们现在这种签数水平 根本不够给人家提携 所以参加赌局 就是吃人说梦 不现实 而我现在想去见南家老四 级别明显不够 我只是南家一个普通门生 跟着五哥做事 就算我认识南家老四 又能如何呢 就算我见到了他 那又能如何呢 在江湖上婚 不在于你认识多少人 而在于多少人能认识你 这一刻感觉来的是那么的突然呢 在我还没有充足地利用价值之前 就算我认识再多大佬 他们也都不会记得我的 认识不代表是朋友 仅仅是认识而已 换位思考 如果现在有个街边麻将馆的毒狗 想接受我 那么我会和他做朋友吗 其实说白了 在不能给对方带来利益和好处之前 没人会记得 我是个谁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俗话说 理想和现实 表面只差一步 实际是原歌重扬 很多事情 人不自己亲身经历一次 听再多道理 都是没用的 很多无奈 不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永远都不知道 其中是什么滋味 很多感触 在没有亲身体验之前 永远都不知道 此刻的内心变化 想明白这一点 我心中反而平静许多了 其实退一步说 南家老四和龙先生的关系很近 这条关系南震东无论如何 都是拉拢不到的 而且我给龙先生送了半门铁 我摇破手指提醒他 何观有鬼 还顺利帮他赢下第一次赌局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只不过第二场赌局 因为鬼真的出现 我看破了赌局 却没有办法点破 龙先生损失了很多钱 但是这笔账算不到我们头上 不管怎么说 我只是代表南家过来帮忙的 帮了是态度 帮不了 那是我能力有限 今天晚上 龙先生请来各方的江湖大佬 就连老虎称的杨老板都请了过来 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大佬 那么我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我和五哥在离开钻石大厅的时候 迎面碰到龙先生招呼人过来 那时候龙先生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 因为他有了更加强力的帮手 其实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龙先生 那我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也会有同样的态度 很多时候 有些事情会让人难堪 会让人觉得不受重视 可是江湖世界一向都是如此 赌局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石原小姐站了起来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她的助理 难道石原小姐要退出这场赌局了吗 我看她面前还有一些筹码 但是不多了 大约只有补充筹码时候的一半 而她的助理也输了一部分筹码 也许是因为今天晚上对手太强 她没有办法引到筹码 所以她有急事的止损 与此同时 阿飞和龙天都凑了上去 他们说什么我也听不到 但是简单交流之后 石原小姐转身离开 她的助理也跟着一起离开 今天晚上 她没有给龙先生赢到筹码 反而输了不少 这算是开了一个坏道 不过齐家兄弟手里赢了一些筹码 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 双方你来我往 距离也就几百万之间 距离赌局真正的输赢波动 还差得很远 但是有一点 谁都不知道 今天晚上赌局有没有托局 有没有一托二 或者是一托三 甚至是一托十 从他们今天晚上赌局 下注的嘴意程度来看 不太可能是托局 因为如果是一托十 输一百万 等于是输一千万 他们都是替人做事的老钱 绝对不会这么随意的 金主花钱请老钱过来帮忙 赢不到那是一回事 输得太多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石原小姐离开赌局之后 赌桌上空住两个位置 但是没有人过去补位 赌局继续进行 那么龙先生这边的人数 就占据了劣势 不过同样劣势也是优势 在输筹码的时候 人越少 输得越少 等等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齐家兄弟 面对对方四人 那他们有赢的可能吗 难道在冯老板那边 有什么人是我不知道的吗 就在我满心疑惑的时候 从贵宾室那边出来的几个人 他们静着走向赌桌 我仔细打量了一番 确定没有见过他们 走在最前面那个男人 个头不高 穿着一件条纹衬衫 而且他走路的时候 姿势有些别扭 肩膀上下起伏 一高一矮 应该是个高低腿 高低腿不同于瘸子 瘸子是一瘸一拐 而高低腿是一上一下 等他们走近之后 我突然发现 这个高低腿少了一只耳朵 不是完全少了一只耳朵 而是缺失了一块 像是萎缩了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先天发育不好 还是后期被人整成这个样子 他的耳朵很有特点 这个只有一只耳朵的家伙 他坐在刚才石原小姐的位置上 然后服务生给他送来一托盘的筹码 其他几个人 好像都是他的跟班 在堵桌外围站着 没有过去 而堵桌上的其他人 纷纷起身和他打招呼 看起来很多人都认识这一只耳 除了齐家兄弟起身之外 就连冯老板那边请的人 都起身和他打招呼 我先说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高手 而且很可能就是阿飞说的 那个普通第一高手 一般在堵桌上 谁都没有特别大的面子 除非是所有人都和他特别熟悉 而另一种情况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是石原小姐撑不住了 所以提出请出这个家伙来 可是当一只耳加入毒局之后 那个老外哈特立刻起身退出毒局 一起退出的 还有那个戴着黑矿眼镜的老外 隔着很远 我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 但现在整个堵桌上 只剩下五个人了 齐家兄弟那是两个人 除了齐家兄弟这一只耳 他们的对手 也只剩下代替叶先生的 那个小孩子 还有那个戴着耳钉的小老头 不知道老万等人的离开 是不愿意和一只耳正面交锋 还是特意给他面子 这个只有一只耳朵的家伙出现之后 毒局的气氛都变了 叶先生专程从休息区过来 和他打了一个招呼 他们嘀嘀咕咕的说了几句 我听不到是说什么 但是叶先生转手招呼 另外一个小子过来 这一刻反而让我有些看不懂了 堵桌上出现两个矛头小子 还有一个戴着耳钉的小老头 如果叶先生是给一只耳朵面子 怎么可能会让两个矛头小子 来和他一起玩吧呀 如果是因为忌惮 又怎么会安排人重新上来 这明显就有些不对劲 毒局的气氛变得乖乖的 我心说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所有人都认识这一只耳 明知道赢不了他 继续赌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选择离开赌桌 而叶先生让他两个徒弟上来 很可能不是为了赌钱 而是为了学习 为了得到高手的指点 俗话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 高人的一句话指点 往往可以让人毛色顿开 突破现在的瓶颈 很多师傅带徒弟的时候 有些东西自己教不了 就会利用人脉关系 让其他人来指点 这就是很多徒弟 会比师傅强的原因 曾经我师傅也带我被人指点过 同样作为徒弟 我有切身体会 所以可以换为思考 赌局继续开始 阿飞终于回到这边 我立刻推着轮椅凑了过去 飞哥 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没什么情况 都挺正常的 刚才那个 只有一只耳朵的男人 他是谁啊 他是龙先生请来的第一高手 很厉害的 对方请来的这几个人呢 都认识的 你刚才应该是看到了吧 那几个人直接不赌 离开了 原来如此 看来我的猜想没错 老万和那个哈特 都是失去的人 明知道赢不了 所以干脆提前离开 算是给了面子 送了人请了 飞哥 叶先生怎么安排 两个小子上去 是去学习的吗 不知道 不过今天晚上 他们赌不赌都没关系 因为已经提前定好了赌处了 哦 提前约定了赌局吗 这是一场约赌局吗 没错 你听这话 我明白了 约赌局是一种常见的赌局 双方提前约定好输赢 类似于打赌 飞哥 赌注是什么呀 今天晚上 谁输一个筹码 也算是输 那赌注是多少呢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对方的人不敢赌 那也算是输 一看这个情况 我心说 今天晚上 五个的布局 可能要跑汤了 因为龙先生这边 有一个第一高手 实在是太强颜了 他一出现 对方都不和他赌 甚至选择了回避 其实我知道 老万他们不是怕输钱 也不是怕没了面子 更多的是为自己考虑 一只耳出现 他们选择了退让 这就是给一只耳面子 而在以后 一只耳碰到他们 那肯定也会给他们面子 这都是相互的 钱对于顶尖老亲来说 不算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而重要的是 维护自己的江湖地位 以及江湖关系 维护自己的长久利益 这才是最重要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夹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精彩继续 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谁都没有想到 一只耳出现之后 赌局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按说冯老板那边 请高手过来 那肯定是会有所准备的呀 可是现在并没有人顶替 就在这时 冯老板出现了 他走到赌桌旁边 看了一眼 他的目光 好像落在小老头身上 不知道他们之间 说了什么 现在赌桌上 一只耳带着七家兄弟 小老头带着两个毛头小子 而其他人 都坐在休息区休息 表面上看起来 龙先生这边 占据绝对优势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 输了一些筹码 刚才所有人起身 和一只耳打招呼的时候 小老头并没有任何反应 而现在一只耳的目光 也放在他的身上 我猜他们之间 可能不认识 戴尔丁的那个小老头 明显是冯老板 请过来的人 应该是一个高手 要不然也不会来参加 今天晚上这样的赌局了 冯老板转身离开 赌局继续进行 如果一只耳和七家兄弟 可以顺利的拿下赌局 那鬼称就没有出面的必要了 不管什么时候的锦上添花 都不如雪中送炭来的重要 可如果一只耳和七家兄弟 都输了 那么鬼称出面 能赢过这个小老头吗 飞哥 我能到赌州旁边去看看吗 老舅兄弟 今天晚上不行 你最好不要参与其中 你放心好了 我们赢定了 阿飞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好像已经十拿九稳 但是永远都没有稳赢的赌局 也永远无法预料输赢 在没有开牌的那一刻 谁都不知道 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 这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如果这个第一高手 被对方收买了 那这场赌局还能稳赢了 最让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 一只耳出现 老万他们全部离场 本来应该是一场 势均力敌的较量 可是他们直接退出 冯老板甚至都没表现出 任何的不满 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从赌局上来分析和推断 但是我可以从人性和利益的方面 来寻找任何有可能的蛛丝马迹 时间缓缓流逝 赌局上的气氛有些诡异 因为那两个小子显得很突兀 出乎所有人意料 赌桌上那两个小子 表现得很强势 俗话说 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们颇有针锋相对的意思 隔着很远 我都能看到 他们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多 如果在赌桌上靠运气赌钱 那么这两个小子 今天晚上参加这场赌局 就完全没有了意义 所以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出钱的 在顶尖高手面前出钱 这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们的运气比较好 拿到的牌比较大 但这种可能性 为乎其为 一只耳一只安兵不动 只有齐家兄弟 在和这两个小子拧来窝窝 那个带着耳钉的小老头 一直没有什么动作 他很少下注 也很少要排 现在第一高手在赌桌上 已经没有了对手 看样子 这张赌局要提前结束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凌晨三点多了 独居并没有预想中一潭死水 反而气氛越来越凄烈 那两个小子仿佛已经掌控了独居 这一幕中乎所有人的意料 叶巫悔一脸笑意的在旁边站着 看起来很满意两个徒弟的表现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两个小子表现得越强眼 那么叶巫悔也能跟着沾光 徒弟争气 师傅脸上也有面子 独居逐渐被这两个小子带动起来了 一只耳下注的次数也多了 就连那个耳钉小老头也加入到其中 原本如同一滩死水的独居 却被两个意外加入的小子给搞活了 在此之前 各方老千都有所收敛和忌惮 参加这种高手云集的大独居 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 但是这两个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 也不在乎哪一套 他们无所顾虑 想法很简单 就是赢钱赢筹码 而且他们不管是第一高手 还是第二高手 毫无忌惮 这样一来 反而让其他人陷入了困境 颇有些进退两难 如果拉开架势 和这两个矛头小子赌 赢了那不光彩 输了那更不光彩 赌局有条不紊的进行 两个小子面前筹码明显越来越多 一只耳已经坐不住了 如果传出去 他今晚输给两个矛头小子 那以后 他第一高手的面子就没地方放了 其实很多时候 人会被名声所负累的 名声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可很多时候 为了名声还是要勉强自己 你们两个臭小子 在我面前搬门弄服 门够了就赶紧离开 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一只耳笑着说了一句 他的声音非常沙哑 这番话也是给他自己往回找面子 如果这两个小子现在离开 那么一只耳等于是让着他们 有大家风范 如果这两个小子不离开 那么一只耳就可以动手 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不会被人说是欺负小孩 毕竟赌场无父子 排桌无朋友 这两个小子没有接话 他们同时转头看向叶巫会 叶先生笑呵呵的搓了搓手 脸上的褶子几乎挡住了眼睛 一副老奸巨华的模样 今天晚上难得有机会 去到家宝哥 让这两个小子 长长见识 学学手艺 筹码什么的都不重要 输赢也无所谓的 叶巫会这番话说得很高明 他要让两个小子留下继续动 还解释了为什么要留下 如果叶巫会让两个小子离开 那么就会带走赢导的筹码 现在继续下去 对于一只耳来说 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既然叶先生都这么说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听这话 我先说一只耳还真是会给自己找面子呀 刚才他输了筹码 现在归咎于是他在客气 换句话说 就等于是他在故意让两个小子 林野里外外的给自己找面子 其实混江湖的人个个都是人精 说话办事都练出来了 很多事情都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明白 但是说的可以让对方听明白 说话是一门本事 只要肯花时间 谁都能学会 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想要在社会上立足 最应该学会的就是会说话 因为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开口说话交流 同一个意思 用不同的话说出来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但是没有人会教怎么说话 基本都是靠自己摸爬滚打 一点点的摸索出来的 你们两个臭小子 打起精神来 我可不客气了 一只耳笑眯眯的说了一句 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子 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两个小子直接选择了缩哈 现在连牌都没发 就直接缩哈吗 我出来混江湖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没见过这种毒法呀 旁边的叶先生并没有阻止 只是一脸的笑意看着 通过这个细节 我看出了一些不对劲 他们这是在给一只耳下套 如果这一把一只耳赢了 别人会说这两个小子 故意放水 让他赢 如果一只耳输了 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 他连两个小子都不如 所以等于是把一只耳 出了一个难题 进退两难的选择 通过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叶先生和一只耳的关系 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融洽的 你们两个臭小子 什么意思 牌都还没发呢 你们就直接和我缩哈 你们俩这是小赌运气吗 一只耳笑骂了一句 可是两个小子 没有任何的表情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其中那个圆脑袋的小子 他目不转睛 盯着一只耳 两眼发指 很明显是有情况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都市小说 《我的老千江湖》 作者黑色枷锁 由紫金为您演播 下集更精彩 我看命是有嫩的 这 Shayna